舌胎厚腻补就是毒 中医提醒这种舌相千万别乱补 舌胎厚腻补就是毒 因为这补药进到身体里 非但不会起到效果 还会引起上火泪热以及各种不适 如果你的舌相像下面这三种 千万不要乱补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 舌头伸出来以后 虽然舌胎不厚 但是明显滑腻 看上去有一层水 两边还有齿痕 这种舌相其实体内还是比较重 所以平时容易出现乏力没劲 失睡精神不振 大便吸糖 我们都知道 湿性粘刺已阻碍吸击 所以此时盲目进步 容易造成泪热的产生 所以这种舌相条理 需要先线脾去湿 把含湿解决 然后来看第二章 这个舌相时的胎狼明显发白厚腻 说明体内含湿含气比较重 属于第一种情况加重了 所以除了刚才提到的症状 还会出现 咳痰嗓子眼里痰多 四肢发凉拉肚子现象 这种情况条理需要先化痰湿 把痰湿清一清 防止产生内热 再来最后一张舌相 这个舌台只有舌根处厚腻 其他地方滑腻 好像挂了沉水 并且舌尖和其他地方出现明显的淤斑 舌下轻轻出脂 说明本身除了阳虚寒湿 还出现了淤血 这种更为复杂 这种人呢平时容易出现 身上刺痛 嘴角颜色暗 失眠睡不着 这个时候条理需要 鲜化痰湿 活血化痰 这种人呢平时